你自己在你的小英便当 洋葱扯淡这本书 还破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上面写的什么 上面原本写的是 姐姐 蔡英玲 特地到英国 我与大姐蔡英玲的合影 这是后来的 刚开始呢叫做 姐姐 蔡英玲特地飞到 英国伦敦参加我的口试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来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 这个场景 因为有宇宙政策的同学很厉害 一看就说 不对啊 你口试时间 你自己说是十月中旬 还去搜了 1983年的十月中旬 英国伦敦的天气 英国伦敦天气 那个时候大概是 大概摄氏五度左右 而在2020年的 2019年的十月 15号到20几号 这段时间 我人刚好在英国伦敦 不是刚好是我跟林怀强 教授约了 我们在英国伦敦见面 然后开了一场记者会 在Sauber Hotel 同时呢 我们也分头去找了一些资料 也就把一些重要的资料 包括我们去访谈了 这个图书馆员 成为今天重要的物证 那个时候的天气 是冷得要命啊 我记得我们在外面叫Uber 在等车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办法到外面去 我躲到人家的那个店里面去 Uber到了以后才缩头缩脑的 跑进这个计程车 因为那时候非常的冷 大概摄氏五度以下 我记得不像是 你知道那个感觉是非常冷 那蔡同学怎么会穿着短袖呢 那他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 他为什么要隐藏呢 那个明明就不是在英国伦敦嘛 那明明就不是姐姐蔡英零 跑到这个伦敦来陪我参加口试嘛 你看连这个地方多少片 后来被拆穿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教堂一找就找到了嘛 我们的侠新闻就派了 我们在美国的特派记者 叫做Victoria Gonzalez 他呢 不但就派了照片 还进到教堂里面去访问的一位工作人员 那这个工作人员还跟他聊天 说他们正在办一个活动 给一些homeless无家可归的人 能够有一餐饭吃 所以这个教堂是1918年盖的 在Massachusetts 它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 这叫做波士顿圣保罗天主教堂 那结果蔡同学竟然的把它掰成是 在伦敦姐姐飞来来 蔡刚宁的口事 后来被我们踢爆了以后 在电子档上面 悄悄的把原来的图说卸下来 改成姐姐 我与大姐蔡英玲合影 我与大姐蔡英玲合影 那很明白的漏线被抓到 但是我们就要想说 那你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肯定是在某一年的夏天 对不对 我们答案来了 这个时候呢 依我们的判断 应该是在1983年民国72年的5月间 在这个5月间呢 因为你反正你11月10号已经被退学了 就是1982年民国71年11月10号被退学了 你就在外面晃嘛 晃晃晃晃晃到美国去 为什么你可以晃到美国 因为你那时候有美国身份嘛 对不对 你是华侨在入境台湾 所以那时候是华侨 果然是革命之母 所以你就从伦敦飞到了纽约 又飞到了Boston 那姐姐到Boston跟你会合 就是我与大姐蔡英玲合影 这就是你后来被抓包之后改的文字 所以可见你1983年的5月间 你人在美国嘛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伪造公文书的内政部移民署 所提供的你的入出境资料 却看不到这一笔资料 你的入出境移民署的资料 明明白白想要塑造一个情况就是 你从1982年的11月11号到1984年3月31号中间 只有一次入出境台湾 就是1983年的10月15号出境 1983年10月30号回来 你说这些东西这样都会不会全凭你们的想象 有没有什么比较比较具体的证据 来了 一枪毙命的证据来了 好看好了 我们呢 在论文不存在之处 在张永慧法官的这个庭当中 我们很清楚的听到连元龙律师 他的笔录 我现在念的是笔录 因为当场呢 我没有在场 但是我是因为透过视讯有听到 所以我们就调阅了当场的笔录 连元龙律师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先从提交开始说 我们在讨论他的论文 论文的照片是在备证11 就是这个证据编号11 提交论文的时候 这是备证10 他说这个东西已经经过台北地检署 去伦敦政经学院查证过 那个没有签名的文件 是跟他们档案里面相似 我请问你 你说你没有签名的文件跟档案里面相似 那当然了 因为你没有签名的文件 你是把这个文件 送到英国学校 英国的伦敦这一端 把它塞进 透过Kevin Hanks把它塞进档案 是吗 问题来了 没有签名的文件 你怎么会有呢 对不对 没有签名的文件是草稿 草稿通常怎么会寄给学生呢 请问你 你身上这个没有签名的文件 哪来的啦 我告诉大家 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好吧 因为蔡同学被退学 她决定行骗 所以她用各种方法去搜集到 那一些当年可以证明什么考试通过啦 什么论文通过啦 然后这个毕业证书啦 系主任的信啦 还有他们的签名 你想尽办法去取得这些相关的文件 当然取得的是空白的 因为你拿到以后 你把它涂掉了 然后重新影印了 所以当下你留下来的是当年你想要伪造的 的原本底稿嘛 所以你去想想看一个人怎么可能拿到学校 没有签名的信呢 还不止一封了 通通都是没有签名的 其实不是没有签名 而是你把这个东西拿来做成自己的文件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她说现在我提出当年的正本 1983年6月10号 这封伦敦政经学院的信 告诉蔡英文说 你要提交论文 所以我们准你可以利用这张来申请签证 回到英国来做口试 这是一个很好笑的状况 你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找了半天你终于找到了有签名的 那请问你你有签名的在你手上 那没有签名的也在你手上 难道LSE的这个校长 他当时你的指导教授是睡在你家吗 他没有签名的文件也在你手上 他签了名的文件也在你手上 所以伦敦政经学院的高层 有人一定有人睡在你家呀 不然怎么会没签名的文件也在你手里 当场签完名以后签了名的文件又在你手里 再来连元龙呢 在法庭上面说 他的口 他的不是口供 他的笔录就是嘴巴讲出来的话的逐字稿 他说 蔡英文收到这张以后 交了论文 6月30号回到台湾 这连元龙亲自讲了 1983年6月30号回到台湾 我想请问内政部移民署的署长钟景坤 为什么内政部回复台北地方法院的公文当中说 蔡英文从1982年11月11号到1984年3月31号只入出进国门一次 这一次的时间是从1983年的10月15到1983年10月30号 那请问你连元龙亲口说蔡英文1983年6月30号回到台湾 还是去看到贵吗 这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好 那么这个呢 他在移民署回复台北地方法院的公函里面有证明 民国72年 连元龙又讲了一遍 民国72年的6月30号 蔡英文回到台湾 这证据不是很清楚了吗 从我刚才提到的所有证据显示 蔡同学 你1982年的人到底在哪里 那我要问的是 内政部移民署的署长钟景坤 你这不是公然伪造文书吗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我们去热搬室 三 Josh 有点